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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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健健 欢迎收看这一期《值得买的热门车》 那提到紧凑及SUV这个级别 自主品牌已经渐渐进入到了我们选择的序列 那在这个级别里面 自主品牌无论是说从外观上还是配置上 都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用车的需求 尤其是这个配置 那真的是应有尽有十分的丰富 我们也查了很多资料 发现有这么一台车 2020年度它的销量超过了20万台 而且截止到今年4月份 它的销量已经超过了37万台 销量说明一切 那今天带来的值得买的热门车就是它 长安CS75 Plus 那推荐它的理由呢 我们慢慢跟大家聊 第一个就是它动感的外观 你看它的前脸 它用的是长安家族最新的设计语言 首先呢就是这个大尺寸的进气格杉 熏黑的而且是仿锤式的 整个就非常的有气势 再加上它全LED的车灯 整个的造型是比较修长的那种 眼神看起来非常的犀利 还有呢就是它贯穿的日间行车灯的部分 这种贯穿式的也非常符合 现在年轻人这种个性化的审美需求 而且还有底下屋灯的这个部分 它用了红色的装饰饰条 看起来就非常的有运动法 车色的设计呢 它用了这种比较平直的线条 让整个车看起来非常的高大威猛 然后侧椅子板的这个位置 它用了仿碳线的这种装饰饰板 然后再加上这种红色S的标识 还有就是车下包围的这个位置 用了一条红色的装饰饰条 彰显了它运动的身份 车尾的尾灯呢也是全LED的 而且呢这种分叉的造型还是挺有辨识度的 两流板这个部分用的也是仿碳线的材质 再加上这两个独立光源的高位刹车灯 简直不要太别致 而且呢我们今天拿的是一个2.0T顶配的车型 所以它的排气是双边共四处的排气 你看到这个排气谁敢说它不运动 那推荐它的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实用的配置 首先不得不说的第一个功能就是它的车载微信 真的非常的方便而且挺新奇的 你想现在微信已经成为了我们现在日常生活呀工作呀 包括你跟朋友家人聊天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 谁现在离得开微信对吧 但是当你开车过程当中如果你想回一条微信 其实还是一件挺麻烦的事的 而且呢拿起手机来回微信也特别的不安全 那有了这个车载微信呢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我们这个痛点 那现在呢我们来试着操作一下 它登陆方式呢非常的简单 首先你有三种方式可以唤醒它 一个是车机上的图标 还有一个呢是方向盘上的按键 再一个就是语音来进行唤醒 那登陆的时候呢你只需要点击其中的任何一个 然后打开之后它会有一个二维码 然后你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就可以登陆了 跟我们电脑上登陆微信的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那现在我已经把我的微信登陆上了 我们来试着发一条消息 我在 发微信消息 你要发给谁 第一个 低声后开始语音 你好你好 已发送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短按可以发送消息 如果你觉得你说的不对呢你可以长按取消发送 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 那如果你收到别人的消息要怎么回复呢 我们来等一条消息 原则发来消息 按一下播报 原则说我想静静 播报稳定 确定回复吗 点一下回复 低声后开始录音 我也想静静 同样呢还是短按发送长按取消 我觉得这个功能在我们开车的过程当中 真的挺方便的 一是你能够及时的回复别人的消息 第二呢也不影响驾驶的安全 那第二个呢就是它在液晶仪表的左侧 这个区域给你设置了一些车辆控制的触控按键 那一般的车不都放在这个位置吗 有的时候我就看不到 然后放在这呢就特别清晰明了 而且呢这也是一些日常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些功能吧 比如说车灯的高度调节 还有像自动启停啊 那如果你真的在开车过程当中有这样的需求的话 你就不需要视线离开前方 也不需要低头 直接这样去控制就好了 而且呢它控制的时候还会有声音的反馈 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方便的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比较贴心的是 它这个空调的控制区域 它的是触控的按键 但是它带有震动的反馈 我一直都比较喜欢空调控制区域是物理的按键 就是因为我在开车过程当中 我觉得物理按键 我一按我就知道我有没有按到 那如果是触控按键又不带震动反馈的话 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起没起作用 所以呢要看一下 这样就特别影响行车安全 那有了这样的震动反馈呢 就能很清楚自己的操作有没有起作用 这个呢就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们的驾驶安全 那推荐它的第三个理由呢就是它充足的动力 我们今天拿的这台是220T的顶配 它用的是蓝金220T的发动机 匹配爱信8AT的变速箱 最大功率是171千瓦 风支扭矩呢是360牛米 这台车动力给我的感觉怎么说呢 就像它运动的外观一样 我觉得还是比较匹配的 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 就是动力十足 动力我觉得是随踩随有的 尤其是比如说我现在在中高速的情况下 它的油门的响应还是属于比较灵敏的那种 我踩一下它马上能给我一个比较强劲的动力的输出 而且再配合上这个爱信8AT的变速箱 整个动力输出的感觉是比较流畅顺滑的这种 即便是你在高速情况下想要超个车 它的升降档的动作也是做的比较精准的 那最后一点推荐它的理由呢就是它较高的保值率 我们也查了一下资料 它的第三年的保值率呢是在57.74% 这个成绩在同级别的自主品牌的紧凑级SUV当中呢 算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成绩了 那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呢 就是拿生活当中来举例子吧 比如说你买这辆车想要作为一个过渡 然后开两年想把它卖掉再换车的话 其实也不会亏太多钱 好了那这就是我们推荐长安CS75 Plus的理由 那我们也查了一下详细的配置 这款车一共有两种动力总成 一个是1.5T一个是2.0T 那就性价比角度去考虑的话 1.5T车型当中我们推荐的是1.5T自动豪华型 也就是次顶配的车型 那相比起1.5T的顶配车型来说的话 它只是少了一些辅助功能 然后包括电尾门这些锦上添花的设计 它是不影响你日常驾驶的 那2.0T车型呢我们最推荐的是这个2.0T的自动领航型 也就是入门版的那个配置 你从价格去分析的话 你不到14万就可以拥有一台2.0T的车型 而且呢它相比起顶配车型来说 也是少了一些驾驶辅助方面的配置 像并线辅助啊车道偏离预警啊车道保持啊自动博车等等 这些配置那如果你不太在意这些的话 也是不影响你日常驾驶的 那针对我们推荐这两款车型呢 我们也打电话给4S店咨询了一下 现在目前呢这两款车型都是有限车的 而且呢最大的优惠力度 有一家店告诉我能够达到4000块钱 而且呢它还送6年12次的保养 当然了这只是北京地区4S店的情况 那根据你所在地的不同 可能各地的4S店都会政策有些不同 所以你也要打电话再去咨询一下 好了这就是这一期值得买的热门车 如果你正好想要买长安CS75 Plus的话 你会选择哪款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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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